另一位馬文君以被告身分 附高檢署出庭接受訓問 也是台灣第一位以外患罪 遭傳喚的立委 爆料的音檔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裡面有非常多的弊端 所以就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透過司法單位 可以徹查清楚 如果有弊案也要把它揭發出來 我也相信司法會還我清白 馬文君遭遣海軍顧問國喜點名 涉嫌洩漏國造潛艦機密 給韓國國家情報院 16日國喜出庭時 帶了一道未檢的錄音檔 要來控訴馬文君 洩密出去的高達3000多個檔案 我不知道他的那個說詞 從哪裡來的 希望他可以提出證明 因為國防部也非常清楚 裡面相關的資料 應該由相關的人 去提出相關的證據 我不知道他的證據從哪裡來的 對手蔡明軒 警咬馬文君潛見爭議 17日上午同框 中台灣立委參選人召開記者會 接著馬不停蹄回到南投第一選區 衝刺選情 議員的派議員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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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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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體臨場所 車掃敗票 炮火依舊對準 馬文君 我們有這麼多的立委 為什麼只有他 會做這種這麼誇張的一個行為 大家可以去想 他是為了他備憂 是不是有其他的動機 不要讓南投鄉親 連我們的土地能不能守護 我們的國家能不能守護 都要環擾 南投第一選區立委選舉 尋求連任的馬文君 痛斥選舉奧鋒 立委行使職權 監督國政 反被抹黑成外患 挑戰更上一層樓的蔡明軒 則不斷放大對手爭議話題 一絕高下 下令尊重